3月1日到3月22日 張基要施坐天橋跟地下道 那可能會造成交通一些擁擠 我們做了以下的配套措施 首先我們會將部分的安全島去敲除 那就是會讓救護車可以順利的回答到我們醫院 接下來我們在各個停車場的部分 我們會派人做指引的部分 那同時交通道路上會有6名的一郊做指引 同時我們將我們總院的停車場裡面 以前從二起到第三停車場跟兒童院 它的地下二樓它是可以相通的 方便民眾他可以進來的時候方便停車 同時會調整附近的一些號制燈號 比如說我們將中心路的話號制會調整 接鋒路段會去做人員的保全的加派 張基表示感謝施工所、縣政府及陷阱局的 全力協助及指導 原本最擔心的交通衝擊完全沒有發生 讓就醫患者及附近居民的權益沒有受到任何影響 雙方便導致 日本人協助